在农村一位90多岁的老中医告诉我 把苹果放进锅中蒸一蒸 没有想到作用居然这么厉害 只是很多人还不知道 可以说好处多到拿钱都买不到 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吃 我们先准备4个苹果给它放进大盆中 我们准备苹果的时候 一定要准备这种脆一点嫩一点的苹果 放进大盆中 然后在盆中再加入两勺白颜色的丝盐 再加入少一点点的清水 我们用食盐把苹果给它搓一下 食盐颗粒比较粗糙 它摩擦力很强 用它搓苹果 这样能够很好地去除苹果上面的果辣 还有农产残留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吃法 是需要连皮一起吃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多清洗几遍 搓好以后 然后再加入清水 把苹果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拿出来放在板上 先一分为二 然后给它二分为四 苹果的里面含有丰富的果胶 以及维生素 还有各种矿物质 所以我们平时可以多吃一点苹果 对我们心体有很多的好处 把中间的苹果糊去掉 然后再给它切成长条 最后我们把苹果 给它切成小一点的苹果块 切好以后放进碗中备用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纸皮洋葱 洋葱它的味道比较辛辣 但是多吃洋葱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洋葱 然后把洋葱皮给它剥掉 放在板上先把两头给它切掉不要 然后我们把洋葱先给它一分为二 然后再给它切成长条 最后我们再把洋葱给它切成洋葱丁 切好以后备用 再准备六个大枣 放进盆中再加入多点的清水 我们用清水把红枣上面的脏东西清洗干净 红枣里面的营养物质尤其的丰富 我们平时不管大人小孩一定要多吃红枣 我们用剪子把红枣切成小块 中间的红枣糊就不要了 再准备适量的枸杞放进碗中加入一点清水 我们用清水把枸杞清洗干净 枸杞是很好的滋补佳品 平时一定要多吃 准备一口锅 锅中加入多点的清水 放上蒸葱 然后我们再放上一个撕一点的盘子 在中间盖上一个小碗 然后先在碗边放上一圈切好的红枣 枸杞也给它放上来 然后再把我们切好的洋葱均匀的给它撒上一圈 最后再把我们切成小块的苹果 给它均匀的摆到碗的四周 然后我们再盖上锅盖大火烧 上汽以后转成中火 慢慢的蒸 蒸50分钟 把苹果还有各种食材的营养物质充分的蒸出来 时间到了以后打开锅盖 用夹子夹出来 给它放到案板的上面 我们今天用苹果搭配了这几种食材 上锅蒸熟以后它的味道特别的美味 而且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多的好处 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多吃 但是这些好处只是我们每个人都忽略了 夹出来以后 我们用筷子把上面所有的残渣 一个个的都给它夹出来 这个残渣也可以直接吃掉 然后再把碗揭开就能够发现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蒸汁 小碗中吸收了大量的有氧的汤汁 浓缩的精华都在这个小碗里面了 我们这样蒸出来的苹果水 喝起来酸酸甜甜的特别的好喝 尤其是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喝 多喝你就会慢慢的发现 你的生态都轻盈了 而且小脸就会像苹果一样 慢慢红冻冻到了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们明天再见